來一切地圖花 為你遠在不走 充滿年輕氣息的西門町 街上這一間飲料店 去傳來玉女歌手林慧平歌聲 仔細看這間店很不一樣 有顯眼的紅磚牆 復古式窗框 還掛上好幾張手繪電影畫報 另一座白牆 還寫著國名須知 滿滿的都是眷村風格 覺得有到外島的感覺 去過澎湖 他有去過那邊 對 對 不僅擺設復古飲料店商品 一樣古早味 朱打點心 車輪餅 芋頭餡 紅豆餡塞得滿滿滿醜大方 厚度就有6到7公分 還有這杯飲料 鋪上小芋圓 芋泥 再倒入自產小農鮮乳 口感豐富 古早味口味加上眷村風格裝潢 讓這家店從中立 紅到台北 成了網紅打卡熱點之一 還有一些設計 都是防照國民黨的 撤退來台的時候的風格 會說我們的設計 很特別 有一種眷村風的感覺 運用眷村元素當賣點的人氣網紅飲料店 還有這間 室內裝潢 地板採用復古瓷磚 還搭配舊式木質窗框 陳列的茶罐上面都寫著眷村的名字 這間店創辦人在台中眷村長大 店內人氣飲品就是多年前 奶奶在眷村裡商行所賣的飲品 現在也成功在台北插旗 將紅豆 昏桂跟鮮奶油攪拌後 倒入現大的牛奶冰沙 喝一口碗如像在吃冰棒 還有這杯新鮮現鴨荊棘擠汁 加上梅子汁 綠茶 荊棘醬 酸甜 又捷克 那他希望透過這個飲料的味道 然後延續這個眷村的故事 復古的眷村風格和口味 被創意店家拿來發揮 搖身一變成了最好賣點